首先胡平先生 我想先讲一下 我能不能先讲 因为干脆有两位提到我 我要回信一下 你还带着手带 先讲胡平先生 我的感觉也是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和国民党 就比较说太大差别 那么越到后来的一点越清楚 你看这次选举之前 一个提入联合公投反联公投 另外在马云九的官员两岸政策 谢长廷的两岸政策相比 你要找出那种有实质性的原则性的差异 确实就是相当困难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区别就在于 至少在我看来 就是民进党方面 就特别想在台湾主体意识 台湾主权国家的国际空间 特别想在这方面的突破 而国民党方面并不是原则上反对这个 但是就比较强调这个事情是做不到 你一定要去做嘛 你反而会受到一些损害 恐怕更强的是这一方面 到后来呢 你看到后来谢长廷提出的主张 之所以看起来跟这个马云九的相似性比较多呢 也是其实我想他们民意呢 也都知道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 有些愿望尽管有它的合理性 目前确实是有的 要实现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因此在这个主权的问题上 尽管我想他们是双方都坚持的 蓝绿上都坚持的 但是呢在这方面要取得一种重大的突破 眼下在一段时间都不大做得到 那么剩下来的呢 能够做一些工作呢 就是一些比较务实的方面啊 经济啊文化方面的一些交流 而这方面的交流呢 我想你站在那个位置上 你就会发现你都会面临同样的一些问题 这个和你的党派没有关系 一方面你作为台湾 你需要和更大的这个市场 更大的这个在这个地球时平的这么一个世界上 你需要更多的这个有交流 不能这个完全这个自白于什么大陆这么一个环境 但另一方面呢 由于大陆那么大 而且大陆它这种政治体制造成的一些原因 刚才王明涛也谈到 他也造成了的就是 我想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 所以当年李登辉就提什么要借机用人 那么沉稠一点你看就在这个两岸中经济往来上呢 也采取什么比较很有保留的态度 那么在今年看起来呢 马英九肖万长提出的呢 在经济方面好像就是更进取性更强一点 但是我也我也看到包括台湾很多一些 比较男赢的人也提出一种这个一种告诫 说这个事情恐怕也也不能操作那么急 恐怕还是前头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到头来这出道的困难上都会面临一些同样的问题 那都是一些更多的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而不是一些这个党派之争的问题 那么从目前情况看起来呢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民进党他们的这个这个角度 一方面就是你说他这次这个民进党的败选 当然和他这八年来的在其他方面的处理不下有很大的关系 和他在这个两岸政治关系的话倒不是太直接 如果比较影响的话呢 就是说在这方面 当然这方面民进党我觉得他是成业消河败也消河 一方面他大力推进这种台湾主体意识 是使整个台湾那么这个主体意识都有所增强 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这个大力推进这个台湾的主体意识呢 就碰了些钉子 这个也会招出他一些对他的批评 所以我想怎么样把这个两者之间拿几好分寸 这个对民进党不管是个需要的问题 好 谢谢 下面我们讲 王先生先生 刚才那个洪宗盛先生啊 洪宗盛先生等等都谈到了这个现在这个 国民党和这个民进党好像两岸政策上没有什么多大区别 我也承认有这么点 好像是有这么点回事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 这个不是说民进党是愿意的 民进党是不愿意的 要知道刚才那个洪宗盛先生说 他说在1949年他国民党什么领导之下 这个话就是第一次从他口里听出来 实际上过去民进党重来的政策是认为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占领了台湾 是吧 是占领了台湾 是吧 是外来政权占领了台湾 是要把中国人赶出去 之所以后来才认了中华民国 甚至那个洪宗盛说 搞了个决议成任中华民国 都是不心甘情愿的 所以最后连的总统成员也都说 中华民国不存在了 省管高 根本不情愿的 只愿意有机会就翻案了 所以这个是那个 那个 呃 邀西空不就想 呃 邀西空不就想翻案吗 就没翻成 是吧 所以说 这是台湾民主 之所以这一次能够比较平静的这个选举下来 实际上是跟鸟龙民主有关系的 就是说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共同管制之下 就是不准台国 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人民只能在护台图的前例下来进行选择 假设我们想想 如果美国说 随便你你台独不台独随便你台湾人民选择 但是中国共产党也说 谁为你选择 我敢说 我国民党绝对没有任何机会上台 不但没有任何机会上台 连存在的机会都没有 连生命存在的机会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的外来政权是占领了台湾 是殖民台湾 是二二八屠杀的台湾人民 这主要对到在这个地方 而它之所以现在能够生存下来 而且能够执政 确实跟这个鸟龙民主是很大关系 所以不要太高的摧蚀台湾民主 我根本这个东西看得很透 但是它能不能对大陆人有正面影响呢 就是说如果一直在纠缠台独问题的话 它的台湾民主绝对对大陆是负面的 不可能有正面影响 但是它只会能够有正面影响 就是因为它已经排除台独这个 这一题了 在这不台独情况下 是吧 现在马亦九 甚至和那个 谢崇勤 这次根本不正认台独问题 就正认的是 写明生的问题 还是绿卡问题 是吧 所以说而且 从京以后 几乎拿了四年八年民进党才上台 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台独了 现在谢长廷等等所代表的新一代 基本上已经开始足鼓足鼓的潜力 他们以后会真心诚意地 承认中华民国 而不像陈水扁 他们是假心假意承认中华民国 那么在承认中华民国以后 那么台独台湾两岸 就是一个中国内部的 两岸正常竞争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台湾的民主 才可能对大陆 才是非常正面的影响 而且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而且是我们宁愿意改去推动的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王熙先生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